历史今天每天为您回顾一则重要的词记历史故事 今天我们要把时间回到1986年 上人亲自到了台北拜会艺术家岩水龙 源自于当年上人要在花莲盖茨记医院的时候 希望大厅能有一幅大型的艺术创作 主题就是佛陀问病图 而当时的国宝籍艺术大师岩水龙教授承担起这个任务 他用马赛克的方式来创作 上人亲自拜访他 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历史 1986年1月8号 上人拜会佛陀问病图创作者岩水龙 华莲茨记医院大厅 马赛克镶嵌壁画佛陀问病图 与1986年医院企业时同步揭幕 故事取材佛经典故 独善其身的比丘只顾修行 不顾旁人疾难病苦 导致重病无人搭理 佛陀慈悲为其施药洁身 他就是在这一生中修行的时候 把人人的事不关自己 所以他现在是这样 当然不只是今世 还有前世的因果 国宝技艺术家岩水龙 致力推动台湾工艺美术 首创马赛克镶嵌壁画 1985年金建筑师高尔潘 引药圣人 隔年完成医院壁画 我希望说有人能把这一幅画 把它变成了比较巨大的画 他就很勇敢 本日是逢圣人行脚前往 盐水龙御所拜会 表达感恩之意 盐水龙于1997年病逝 想其寿94岁 佛陀问病途 印证慈济医疗置业 尊重生命 济世救人的精神 而后呢 从花莲大陵到台北太中 只要是以慈济为名的医院 大厅里都会摆放着佛陀问病途 每一天志工要真正开始工作之前 在佛陀问病途前礼敬 象征着自己也想学习佛陀大一网 慈悲的对待每一个人 而来到2000年 这是大龄辞业要起业的时候 当时的佛陀问病途 是由画家陈清明教授所创作的 当时他就一个人带着他的土地坑 在阴架上创作 陈清明老师回忆起 上人每个月都会来关心医院的工程进度 也会关心他创作的进度 而志工也还记得 这位陈清明教授当时在作画的过程 虽然每一所医院都有佛陀问病途 但是每一所医院的这一幅图案 创作的过程是各自不同的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台北慈悸医院的佛陀问病途 它是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壁画系教授 唐辉唐教授带着学生所创作的 而当时呢 唐教授也守候在台北慈悦 为什么医院里头要有这一幅图呢 上人则是表示希望大家都能学习佛陀的精神 平等对待众生 我们本院一进来呢 大厅里都有一幅佛陀问病途 每一天早晨志工到了 那就会在佛陀问病途的前面击工 那期待着带着佛陀的慈悲走进了病房间 我们可以把这个精神 引渡到每一间的病房去 那么大林呢 同样也应该一进大厅 就有佛陀的慈悲关怀 好那除了台湾之外呢 其实海外的慈悸医院也是有这一幅创作的 这个画面我们看到的是苏州慈悸门诊中心 他的佛陀问病途是340万片的 马赛克拼装起来的 创作者是一位北朝鲜的艺术家 而再来到了马来西亚的槟城 这是槟城的洗肾中心 也是慈悸的医疗机构 他的佛陀问病途更不一样了 你看到他是一个立体的雕塑 希望每一位慎友来到这里洗肾的时候 看到这个创作就了解 这是一所不一样的医疗机构 可以提供的是慈悲平等的照顾 其实当年上人之所以在花莲创办医院 就是希望每一位患者不分贫富 只要他生病了就能得到平等的照顾 至今佛陀问病途 象征着佛陀大医王的精神 在每一所慈悸医院被延续着